林雅國中廁所蚊子非常猖狂 老師們於是打造貼近生活的主題 結合資訊課 將數位深耕課程靈活運用 讓學生們行自動手 做出智能驅聞器 在學習寫程式的同時 更能夠優化環境 那為了解決這個狀況 其實我們連續兩年的時間 由學長帶著學弟妹等等的 我們進廁所去收集一些蚊子 喜歡的溫度 濕度 甚至他們喜歡出沒的時間等等 我們蒐集好這些數據之後 然後就把它寫入我們製作的 IoT智能驅聞噴霧器裡面 希望能夠在這些資訊 Data的一個幫助之下 可以讓我們的驅聞噴霧器 可以在適當的時間 或是適當的環境下 就自發性的啟動 然後將一樓廁所的蚊子 給驅趕出來 設計程式 製作零件到組裝 跟著老師的帶領 一步步完成驅聞器 中間加入了學生們自己的創意 這組同學更將市售補蚊燈結合 打造出白天驅聞 晚上會自動開啟補蚊燈的智慧裝置 每一組學生們都揮灑無限創意 做出外型與功能獨特的裝置 特別的數位深耕教育 更讓學生們都表示獲益良多 可以跟組員一起同心協力分工合作 讓我感到很大的收穫 讓我們學到那個類似分工合作嘛 寫程式 然後增加我們的友誼 然後每個人都可以了解自己的長處 在一般的資訊課程之上 加入貼近生活的議題 增加學生的學習動機與樂趣 更能教會孩子團隊合作 溝通等綜合能力 校長也特別感謝教室團隊的用心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跟心得是 原來小孩子當你給他一個機會 讓他可以去發揮創意的時候 他總是有辦法去吸引你的目光 而且給你非常多有創意 有想法的一些想法 然後讓你覺得非常的開心 那我們希望透有這樣的教學 未來孩子即便到了念高中 念了大學到社會上 在日常生活當中 他會不斷地面臨各種問題 那孩子這種解決生活情境問題的能力 是一輩子帶著走的 而且會越來越厚實 越來越寬廣 林亞郭中推出的深耕計劃 利用數位資源 訓練了學生多元綜合的能力 更將解決問題的能力活用 帶給學生滿滿收穫 記者邱建勳高雄報導